黑色這個我配了全黑配搭 也算是全黑 這是假兩件背心的設計 空位像假Locard的拼布設計 三身手袖位置是薄身的封衣料 三身是橫鑒的圖片 布質有一點彈性 在吊帶位置配襯了Lace 我現在配得比較Lady的造型 因為這個款式 它算是中性一點的 它可以做得稀奇一點 歌聲一點 型格一點 配襯短褲的配搭也合適 如果想配得Lady一點 你就可以選擇比較優美一點的裙子 或者比較有細緻的裙子 可以豐富一點 就算我現在這個 是一個比較 又沒有去到全黑的 我三身這個也是有其他顏色 比較沉 比較黑沉 黑沉的穿搭色彈性的話 下身的細緻都可以豐富一點 雖然都是黑色 但你會看到它是一個歐花的設計 令到三身或整體的觀感上 不會那麼死沉 也會有些細緻的 在細緻方面 我會搭多了一條Bel 三身也是比較寬鬆 也有一點點彈性的 如果不喜歡配襯裙子的話 剛才我示範了配襯短的裙褲 短的褲還沒去到裙子 如果真的想Lady一點的 斯文一點的 配襯比較闊腳一點的細褲 也合適的 為什麼不配襯比較斯文一點的 或是Slim一點的細褲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款式 始終都是一個中性 可以斯文可以Casual 如果選擇配襯斯文的時候 我寧願配襯得有Style一點 就不想去到很正規的斯文款 如果很正規的斯文款 我寧願配襯一些 真的上身都比較Lady一點的造型 或者配搭 在這個比較中性的款式的時候 想配襯得斯文一點 我寧願配襯得有個性一點 有Style一點的斯文款式 我寧願這樣配襯的 那鞋可以襯對後底的紳士鞋 現在就上了一半